诶,大家好,我是Sky 这支影片呢,原本只是想做成Shorts 但你知道的素材剪着剪着 嗯,好像可以剪成一支影片了呢 总之呢,在进入正题前照例来个问题吧 既然以下要来介绍战术型射手怎么影响比赛 那你个人最喜欢的射手是谁呢 不都是持球射手、跑动射手、定点射手 或是传统的中距离射手都行 快去留言区留下你最爱的射手 再去底下看看我对射手如何改变一支球队体质的分析吧 去年有关注季欧赛的人应该都还记忆犹新 骑士作为最新篡起的一支年轻强队 Ederis Garland,Evan Mobley和Jerry Allen的核心 加上一线球星Donovan Mitchell的交易将顶 组成了非常反现代 却也令人好奇的双位双塔阵容 而结果... 也可以说是跌破众人的眼镜啊 在双塔压缩禁区空间 侧翼群普遍外线能力不稳 导致许多人认为他们会留于双位单打外线之下 骑士教练团端出了 运用Allen基因级的掩护与走位 制造换防错落后解放双位分球给他打短档拆的空间 另外也设计了许多让侧翼们打交叉掩护 创造时间差后牵制内线斜防 再解放双塔吃饼机会的战术 这些战术也让骑士在空间尴尬之下依旧能稳住战机 最终以东区第四的前段班身份踏入季后赛 这是第一个跌破眼镜 第二个跌破眼镜的地方则是 他们在第一段就被以下犯上 以4比1的难堪姿态被扫住季后赛 时代的上述那些战术终究只能隐藏双塔空间拥解的事实 或者是掩盖出侧翼群外线不稳定的缺陷 也就是说仍旧比较偏向cover问题的阶段 而没有到解放团队进攻乃至解放双位更轻松得分 也于是在防守强度 防守针对性打增的季后赛 侧翼群直接被放空 防守注意力全面堆叠到双位身上 导致了骑士进攻的当机 而且是从根本上去停摆的那种 因此不能用什么战术都救不掉 就这样被尼克的夹击防守给极多 也正是因为这样修技汤并没有在做出引进Metro这种大动作 而是朝着外线这个明显的洞去做绿叶球员上的升级 而其中从热火挖绞走他们的主地射手Max Bruce 就是最关键的补墙 那你知道 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会是你的关键补墙 防止你遭到击落吗 那当然就是时时刻刻守护你网路安全的Surfshark VPN啊 本次影片再次由Surfshark VPN赞助播出 VPN也就是虚拟自然网路能降低的IP加密 保障使用安全 这里呢 不胡乱哦 就在三天前我的IG粉专差点就被盗了 突然收到Mail说有人试图要登入 且更改我的密码 直接下滥啊 好不好 而说平时做账号验证以外 定一个能提前预防的方式就是 如果我把电脑上早就装着的VPN也装到手机上 那VPN的加密特性哎不仅能阻挡骇客 连网路广告商也无法追踪到我啊 除了网路安全大大提升以外 VPN转换IP的特性也能让你享有国外区域的机票租车饭店优惠 或者是利用IP转换享有游戏的啊 或是网站的一些限定区域优惠 而且实的 也如上述 Surfshark一个账号就能在无线装置上使用 也有超过100个国家的超广IP转换范围 且如同好用的战术射手 经常是便宜的合约就能获得进攻的大升级 你每个月只需要不到一杯咖啡的价格 就可以享受Surfshark带来的实用功能啊 所以还不快到注写来或置顶留言连结 输入我的优惠嘛 Sky NBA91即可获得今年的双十一优惠 以及5个月的免费使用 同时还有30天退款保证让你不用担心不适用哦 啊 孤单寂寞的双十一 幸好有鲨鱼爸爸陪伴在侧 还帮我明年出国省机票省住宿 再帮我一边上网抢限定区域的优惠 这么温馨的双十一 你难道不来体验一次看看吗 如果这几年有助于热火的 季后赛惊奇之旅的人 应该多多少少吧 都有注意到Surfshark这名6尺5寸的射手 但却也应该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毕竟在今年热火的冠军赛征途中 更让人有记忆的应该是Gate Vincent和Killer Martin 诶 或者应该说啦 多数人对Struz的印象可能会是 聪明但作为射手 投篮却也不是那么稳定的球员 而必须说这的确有数据作为实证 Struz过去两季在定点基因的效率 都是联盟顶尖的 分别可胜联盟93.8%和82.8%的球员 可是看到offscreen投射上 刚打出伸手的第一年 PR还有中游的65.8% 去年被越来越多的看管和注意后 就暴跌到仅剩29.1%的球员干超低 再看到防守者距离数据上 Struz前年空档大空档的把握度皆佳 但去年大空档虽然还有42.9%准度 但空档就跌到中游的36.6%了 因而从数据上来看 已经27岁的Struz实在也是撑不上顶尖 他无疑是水准之上的射手 可是却也没有准到能改变比赛 真的是这样吗 有趣的是 在团队进攻里面很多东西 并不能单纯用准度去决定 一如上述 Struz投篮不是最准的 但我想骑士看上的 是他那聪明的脑袋 呃也可以说 作为一名射手 Struz可能价值确实是不到逆天 可是作为一名战术型射手 诶 那Struz就很值得去投论了 最直观去看 就是他能交叉掩护的人从侧翼群 变成了Garlan 像这里Garlan交出给Struz 可预许原本是要守地守候 再让Struz绕过中锋的掩护 去寻找三分机会 但这里丁卫底直接踩上来 阻绝Struz往上绕掩护 战术被破坏后 Struz也没有慌断 他先将球交给中锋 然后看起来准备要重新替Garlan射掩护 让他绕出去组织进攻 可是当他也注意到丁卫底重心放到自己身上 只好他还等Garlan绕出来再换防回去 便直接往南框反跑空切 且能注意到 他还用手架住Johnson 以避免Johnson及时的意识过来斜防 因此创造出了一个简单的空切上栏 这里Garlan交球给虎顶的Mobile之后 Struz又上来替他设下被挡 但魔术及时换防阻止了空切 而此时第二拍的选择 应该就是Struz往外pop 剪剪手递手三分 搭配Garlan绕底到底角的X screen 同时创造两个机会 待在Foss意识到战术并先行阻绝Struz往外pop之下 他依旧没有因为战术被打断而荒断 再次将计就计 判断出防守竟然在自己前面 诶 那就代表自己跟蓝底之间没有防守者嘛 又创造出了空切蓝底的路径 并吸引到Farganer延迟斜方的蓝底 最终Garlan脱丢到对面底角 Struz也精准地侧应给他投进三分 虽然开季第一战之后Garlan就开始休战 导致他和Struz搭配的样本数非常稀少 但从以上这两个回合呢 我想就已经不难一亏 一名好的战术型射手所带来的直辩了 上级的侧翼交叉掩护多半只能创造空切机会 可是当就在护框品质提升更难压到犯规之后 这样的侧翼交叉掩护就变得有点饥肋 毕竟让骑士双位拿球 跟让骑士侧翼空切强打篮下 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 哪一个比较有威胁性吧 骑士想让他们的侧翼在那边空切 诶可以啊 反正防守只能紧贴着双位 静静看他们的弱边表演就好 反观Struz和Garden的交叉掩护 两人都是一流的射手 你放谁怕不出去投篮都不对 且比起只能埋伏弱边 缺乏阅读防守后 自主跑动意识的定点射手 又或者是 比起一些只能透过队友掩护来投射的瘦弱射手 Struz不仅具备阅读防守后 主动创造下一派进攻的概念 也有水准之上的对抗性去做好掩护 用肉体卡出时间差 最棒的是一如上面看到的 他还能在空间跑位吸引斜防后 立刻做出正确的判读 找到空档的队友 像后几场高连缺赛后 骑士就有转让Struz和其他射手跑战术 这里Mobily拉下篮板发动快攻 前场形成骑士5打4的人数优势 新秀射手Craig Broder 看着RJ Barrett一手二 马上就替Struz设下Flare Screen 让他往四属肚角pop 当掉Barrett之后 低脚防守者照上一鞋防嘛 Struz马上就正确地阅读 Extra Pass给低脚的射手 这里Maitro带过半场后交球给Mero 此时Struz应该是要跟Mobily一起设下双挡 接着Maitro再从底脚绕出来接球发动进攻 但Struz发现尼克所有防守者都踩得很上面 甚至连尼克的中锋都已经踩到超会空切的他 要开始反跑了 可是尼克的后卫们已经在Struz背后 于是吸引到弱边斜防后再次找到射手 这个呢就是为什么Struz和Guardian的交叉掩护 会非常有潜递 两人的三分都放不得 Guardian的空切侧应也很危险 所以防守只能选择性的放给Struz空切 结果没想到这家伙不只投射和掩护有一套 他连侧应都做得很好啊 像开头第二个play就是这样 不想放Guardian空切 最后反而让Struz创造出Guardian的三分空档 而当Struz和Guardian两名交叉掩护的射手 都能正确分球时 虽然现在Guardian和Allen都缺赛 还没有办法在场上实证 但仍可以预见Mobily和Allen 两名顶级吃饼长人的大解放 甚至可能是Mobily发展出第三拍侧应 给其他跑动射手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比起过去的战术 是掩盖侧翼外线和双塔的空间 现在则是透过解放主将的威胁 连带解放全队的空间 而Guardian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团队进攻了 同时假如你有注意到的话 这样的射手交叉掩护正是勇士队的绝活 Curry和Clay的交叉掩护 浪花兄弟和侧翼的交叉掩护 搭配Dreamont的发牌侧应或递手挡人 Looning的跟进和二波 虽然说高蓝和Stroose 自然是还不难和浪花兄弟的威力去相比 但骑士还有顶级单打手Mitchell 得分威胁无疑比Dreamont更强的Mobily 以及吃饼的范围和脚步都更好的Allen 所以如果真的将这样的内勇式系统 融合进原有的双位双塔挡拆 那毫无疑问的 会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地的体系 并且上面有提到Mitchell和Mobily的得分威胁 那这样的元素要怎么融入 进前述的战术系统中呢 答案就是当Stroose在弱兵跑射手战术时 如果他把弱兵所有血方注意力都带走 那么当下持球的Mobily或是Mitchell 就会有直接一对一攻击的机会 像这里Stroose交球出去后 丁卫底呈现侧身的站位 因为以之前的战术来看 Stroose这时应该是要替Garlane设掩护 让他绕出一次offscreen 在和Mobily跑动手递手 所以丁卫底才会提前侧身 准备换防阻挡他接球 可是Stroose看到他的站位之后 诶 你侧身开路 那我就真的切入吗 直接变速空切 于是吸引到Claxton往下踩步 去阻挡传球 加上湖顶的防守者 不可能放掉Garlane下来关门 便解放了Mobily 直接切到心脏地带的空间 而这里虽然画面是没带到 但从这个瞬间可以知道 站位面向底线的Stroose 应该是替中锋射下掩护 如果挡出换防 就会变成两个后卫 得要防守Mitchell挡拆 如果对方不换防 那Stroose就能直接往外pop 得到三分机会 但这里大家撞成一团倒地 吸引走所有弱编的注意力 Mitchell就直接一对一 毫无阻碍地 打掉Grams得分了 这乍看之下好像没什么 但看起来没什么 正是其中的可怕之处 因为Queen and Gramps 应该已经算是 目前联盟很前段般的 外围防守者了 可是一旦协防全部都被带走 进入完全的一对一状态时 他依然被Mitchell用 看起来没什么的方式 给轻松吃掉 所以如果Stroose和Garden的 射手战术带来巨大威胁 能尽量多创造一些 Mitchell一对一的情况的话 那不但协防几乎守不住他之下 骑士的进攻 就会变得简单非常多啊 再来一个例子吧 一如前面看到的 骑士也尝试过不少 Stroose跟中锋给双位 去做双挡的打法 常常是因为防守者 过度提防这个战术 才会变成Stroose空切接球的 延伸打法嘛 而如果双挡成功的话 像这里McKill Bridges 不想让Stroose获得空挡 一个精准的时机夹挡下滑 挡住O'Neal追访 于是就创造了Mitchell 错位单打场征的机会 所以一名好的战术射手 绝对不只是带来 稳定弱边catch数这么简单而已 像Stroose这种善于掩护 懂得空切 能正确侧应分球的射手 就能一次解放Garden这种射手控 Mitchell这种单打手 以及所有能接应投射的射手 和接应吃饼的中锋 同时在战术跑死的时候 主动跳出来创造第二排的进攻 将战术优势尽量的衔接下去 解放出场上其他四人的更多机会 而这种价值真是Jedra Radek 甚至Klay Thompson那类的顶级射手 所能带来的 现在Stroose要追上前辈们的 我想是真正把握好跑动投射的机会了 毕竟从比赛内容来看 其实不是没有做这些战术给他 而热身赛道开机敌场 他也确实把握了好几次跑动投射 但随着防守严家看管 我开始写稿至今 Stroose三分合计仅27投6中 虽然多少也是因为最适合他 搭配这种战术的高脸没上了 且虽然三分威胁大跌 可是反跑空间后的侧应价值依旧存在 不过呢 三点败的战机我想人说明了 Stroose真的是需要把握那些机会啊 只是说是这样说 Stroose大空挡三分把握度 其实仍有62.5%哦 是空挡的把握度 暴跌到手感激动的28.6% 同时骑士截至写稿当下 全队的空挡三分出手占比17.5% 是联盟第四高 但空挡三分把握度仅30% 却是联盟倒数第七 所以说啊 不只是Stroose 像丁卫、George Nian等射手 也是十分惨烈啊 所以在补强众多射手 也确实跑了不少射手战术 而且重点是 也确实透过这些射手和战术 创造大量的空挡之下 我想这个成绩比起说 射手没用 战术没用 Stroose本人很废 应该更偏向是 全队短战的低潮期 或是开季的热机过慢 却从Stroose大无畏的出手数量来看 教练团应该也是鼓励他多头的啦 尽早把手感找回来 才能真正把战术的威胁性给发挥出来嘛 而等到全队外线校正回归 Guardian也健康归队时 此时呢 我们才能真正的检视 这只骑士2.0的团队进攻能走多远 如果极为重点射手都能维持住 联盟中游以上的三分准度 目前三分还有41.7%命中率的 Isaac Okoro能至少把握住大空档 那么在防守的双塔作战 尽管会得到根本上升级的骑士 或许这次终将得已 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至于能走得多远 那恐怕就一样 不会是Stroose能决定的了 就像热火的几八冠军之旅一样 届时呢 人得看Jonathan Mitchell 以及人有极大进化空间 我相信有下一个Steve Nash可能性 如此潜力的Darris Garland 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否送出致命一集啦 好的 那么这次的短片就在这里结束 这次是真的短啊 好不好 唉好爽啊 那么也别忘了留言 你最喜欢的射手是谁哦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 再见啦 干 这个才是人在做的影片长度吧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下喜欢 或者分享出去 让更多更多人看到 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话 也热烈的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呢 你也可以说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不会错过我新的影片咯 除此之外 如果不前期长篇文字与分析的话 也可以到我的FB粉专的晃晃 一同讨论篮球 OK 大概就是这样 我是SKY 期待下一支影片播出的时候 能再与你们相见